我非常要推薦大家吃素 这个非常的美丽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保护地球 第二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第三个是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好朋友动物 我开始吃素是十年前 我的生活变成更健康更不负担 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表弟 大家要去看一段电影在讲说 我们的肉是哪里来的 我们的肉并不是我去市场买一块的红红的肉来的 他是一个原本是一个动物被杀了 那这个电影里面他们就是 导演摆得很细 动物是怎么去养的 还有怎么去杀的 还有怎么去推荐到市场里面 这也是还蛮背景的一个故事 我相信 去市场买肉的人 其实不会去想到那么多 所以呢 当跟我分析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 嗯 其实我吃肉这个习惯 是一个作物的观念来的 是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讲说 你要有吃肉你才可以长到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老实看清楚 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对啊 不要交给我们的 下一代的小朋友一个作物的观念 给他们选择 那也自己去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啊 所以我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推荐大家看清楚 更趕快多多吃素食